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有些人喜欢一次煮很多鸡蛋,然后吃不完留隔夜吃 那鸡蛋到底能不能隔夜吃呢?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隔夜的水煮蛋能吃 蛋鸡蛋隔夜后,营养会流失,会变质 但是对人体无害 一定要确保过夜的鸡蛋之前是彻底煮熟了才能吃 隔夜鸡蛋如果没完全熟 胃熟的蛋黄隔夜之后使用 在保存不当的情形下 容易滋生细菌,因此有害健康 使用胃煮熟的隔夜鸡蛋 容易导致肠胃不适,脏气等症状 但是如果鸡蛋已经熟透 而且以低温密封保存的蛋 一般可以保存48个小时都没问题 还有鸡蛋隔夜能不能吃 不单单要看是否加热了 而是要在第一次煮鸡蛋的时候 把鸡蛋给煮熟了 只有在第一次煮鸡蛋煮熟之后 隔夜再煮熟吃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有些人爱吃半生熟的鸡蛋 蛋黄是半夜体状的这种鸡蛋 就不能隔夜吃了 即使第二次煮熟了 也不要吃了 就算不是隔夜的 其实小编也不建议大家经常使用这种半生熟的鸡蛋 研究发现 蛋清中含有沙门氏菌 这是一种容易引起腹泻的细菌 那这个沙门氏菌是怎么来的呢 鸡蛋在形成过程中 细菌可以从母鸡的卵巢 直接进入蛋内 从而感染鸡蛋 但是沙门氏菌不耐热 当鸡蛋的温度达到75摄氏以上 菌体可被杀死 因此建议大家使用熟透的鸡蛋最安全 还有几点大家需要注意 有些人会将买回来的鸡蛋清洗后再存放 因为买回来的鸡蛋会带有土和少量鸡粪等杂物 虽然使用鸡蛋之前最好要先清洗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要立刻用到它 建议大家不要先将鸡蛋清洗一遍再放进冰箱 清洗后的鸡蛋 外蛋可抹会被破坏 细菌和微生物便会轻而易举地进入蛋内 使鸡蛋加速变质 因此大家一定要等到用到鸡蛋时才拿去清洗 还有生鸡蛋上经常会有沙门湿菌 若用手触摸后 手上有伤口或是徒手拿食物吃 也可能就会让细菌入清体内 因此建议大家碰过生鸡蛋后 一定要洗干净手 才来处理其他食物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